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週末版政治到了 我是許貴雅 每一天我們都會好好的關注 雙北市的確診病例數 好在昨天真正不容易 真不簡單 我們終於看到了個位數 每一個認真防疫的你跟我 大家拍一個撲 給自己一點掌聲 但是我們說台北市 並沒有放鬆的本錢 沒水不能這樣就撿起來 因為台北市我們說 像是這個地下街 店員的群聚 它的疫情其實是在悶燒當中 而且一路上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台北市疫情它的起火點 其實是有好幾個不同的商圈 稍後我們來整理 那到底匡列有沒有確實 要做到滴水不漏 才不會說有一些黑素 還在那裡跑跑跑 可是又來啊 又來什麼啊 因為柯市長他又要搞一個說 我這個地下街啊 相關的通通都來打疫苗 這家之前我們不是看到環南市場 前兩天你打完疫苗啦 可是一樣還是有人確診啦 你就知道說不能夠單靠疫苗 這個戰術是沒效的啊 可是呢 柯市長你到底有沒有記取教訓呢 那說起來也是蠻好笑的 我們來看到是國民黨的黨主席江啟成 他聯合藍營執政的四個縣市 不死心啊 他們繼續要遞建要申請說要買BNT疫苗 你看喔台東南投都跳船了 人家都不跟了 而且呢包括國民黨的羅志強 他建議說柯文哲柯市長 你就去透過雙城論壇 向上海復興去採購疫苗 藍營開始年柯文哲 趁柯文哲 鄭藍均怎麼甘為 輪為是一個小白呢 好說到疫苗 我們就來看 中國的科興疫苗 它的保護力有五成上下 在有打跟沒打之間 香港有專家他就說 打完了科興 還要再補打國外的疫苗 要加強它的保護力 而且說時間上十萬火急 可是呢 中國疫苗 將會被列入這個COVID 它的效力不好 可是價格呢 居然也不便宜 美國有議員有官員看到之後 真的是蠻傻眼的 疫情都是從中國開始 可是COVID卻是要付錢 買中國的疫苗 他們說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好今天我們開始討論之前 我們先介紹來賓 好第一位我們歡迎的是 民進黨立委林楚音 大家好 好歡迎政治學教授 范世平 各位好大家好 以及我們歡迎自身媒體員 陳東好 大家好 還有基層醫療協會的 秘書長羅元璋、羅醫師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們攝影棚 另外一邊 我們先要介紹的是 國民黨的新北市議員 葉原知 各位好 大家好 歡迎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張宇韶 宇韶老師 各位好 大家晚安 我們來看到的是 本土疫情的部分 大家還是鎖定在雙北 這一個地帶 被抓出來的這個個案 它的足跡 它的疫調 匡列到底確不確實 我們一起來看 海北車站地下街 傳出六人確診 北市衛生局派員 前往加強消毒 每個細節都不放過 一連休業四天 十九號復業前夕 拼全面大清宵 主要是在傳出確診 区域區和K區 當中也針對公測外 仔細消毒 一時省正南在臉書PO文 指出K區的感染源 最有可能就是公測傳染 此外想不到其他可能了 更提醒未來解封必須注意 公測傳染的可能性 有意識認為公測水龍頭 人人都會痛處 機率高 但感染源不明之前 任何腳步都不得同心 比如說像公測 與你抬水龍頭 碰觸到病毒在上面的話 你再去碰到它就有可能被傳 廁所的門拔都拔 以及甚至手扶梯也是一樣的道理 基本上K區和Z區 就是緊連在一塊 因此買午餐的這個時間點 就是最有可能的感染時間點 我們可以發現 包括了有超商電源 速食店的電源 以及手搖飲料電源 都是這一次的確診個案 利區和K區 立拼19號副業前 打完疫苗才能上工 但感染源不明情況之下 也要看似趨口疫情 埋下變數 因為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常常會覺得說 我清零掛在嘴邊 可是後來被打臉 但是昨天的個案裡面 感覺上我一天中會說 不會最可能會站起來 因為他認為說那一例心情上面 至少他這個防疫的壓力 就沒有那麼大了 不過那一例真的只能說一例嗎 我們就來看看 我先請教原志 我們來看到這個訊息 新北市有五個感染分析曝光之後 不好意思有三個確診者 就是跟你台北市是有關的 因為雙北市這個共同生活圈 我們來看到是五例確診感染 有家戶有四個人 那職場有一個人 跟台北市相關說有三個人 為什麼跟台北有關呢 板橋有一個確診 他是家戶感染 那因為當時是在環南市場裡面 先生染疫傳給了太太 那深坑有一個確診 他是老闆在台北市確診 然後傳給了員工 在中和有一例確診 因為他的職場在雙北七 然後被台北的親屬 在工作職場染疫之後 又傳給了他 來原志我們一起來看到是 當這個雙北 就是共同生活圈 可是現在這個情況裡面 如果說台北市因為 我今天讓我靠去安 我只有一例的話 真的可以因為這樣 就覺得安心了嗎 其實我聽柯P這樣講 會蠻緊張的 因為我怕柯P會自以為是 然後就鬆懈 然後又造成疫情的破口 然後又影響到新北市 因為剛剛看到那個 新北市所公佈的病例 五例裡面有三例 都是在職場上面 因為在新北 在台北市的工作上面 然後傳染到新北 所以雙北之間的影響非常大 那柯P現在有點致滿 他說在公衛上面 他沒有辦法做到一百分 但是他做到九十五五 其實蠻厲害的 可是我覺得柯P現在 他使用的防疫方式 還是比較變來變去 而且他說九十五分 你會不會懷疑滿分到底是多少 滿分可能九百五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那麼自我感覺良好 因為他有時候會講出一些話 讓我覺得很很訝異 例如說他他前幾天還講到就是說 他覺得傳統疫調不行了 他要做精準疫調 他用電信足跡來輔助 那我就覺得這個事情不是 大家早就知道的事嗎 因為新北市早就在做了 很多確診者 因為他不想要講出實話 我上次也舉過 張宇佐老師的例子 就是他可能要保護他朋友 不想被他發現 他們兩個去哪裡玩 所以就刻意隱瞞 那這時候你需要他通聯記錄 你需要他的GPS 警察才有 那新北市老早就動員警察在做疫調 結果柯P在前幾天 好像彷彿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般 原來我們可以做電信疫調 用電信疫調 才能夠找到不明的感染源 我的媽呀 你現在才知道會不會太晚了 所以你現在你的九十五分 會不會是那種你自以為是九十五分 就幼稚園的程度 覺得自己畫得很厲害 但是你跟研究所比 專門的畫家比還是有差 所以真的我覺得柯P還是務實 如果說你真的 因為教科書上面讀的比較少 或者教科書版本比較舊 你可以詢問一下 比較對新的疫情瞭解的公衛專家 我覺得大家都會願意給你 給你專業意見 就怕你不問而已 但我覺得他們現在台北市也很厲害了 也學了新北市這一招 因為之前那個地下街 地下街不是也有傳出 有六個確診者嗎 也照回稍微的群聚 那黃珊珊第一時間出來解釋的時候 他說第一例 七月十一號就爆發 他是一個3C的電源 那這3C電源呢 原來是有新北市的足跡 言下之意就是說 你不能怪我們 這個是新北市來的 我真的拜託一下 不是說他是新北市民 他就是在新北市感染的好不好 你還是要找到 到底是當初是誰感染他 就像當最早的時候 各位記不記得當初爆發 北農跟環南的那個事件的時候 柯P也說受到基隆的影響 就基隆市馬上找出來 有兩個基隆的確診者 他們的足跡非常單純 就是往返於職場跟家戶之間 就是基隆然後開車到市場 市場就開車回家 然後你說他在家裡面感染的嗎 還是在基隆感染的 你為什麼不願意承認 他們就是在職場感染的呢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大家面對問題 然後我覺得柯P處理方式很奇怪 就是他只要看到台北市 哪一個地方有疫情爆發 他就會想說 好 我們要來打疫苗 只要不來爆發就打疫苗 所以現在是怎樣 你難道你不覺得預防重於治療嗎 打疫苗不是打針 不是不是要 就好像要道病除 因為你是確診的情況下 怎麼會用疫苗來解決 你還是要先防閉 你要找到就是那個感染的源頭 到底怎麼去不要感染 這才是重點 清零才是重點 我可以原諒他說大話 因為他說六月十六號說 一個月要清零 我們可以 因為你就是這個個性 我們可以原諒你 可是我覺得你還是要改 就是要務實面對問題 不要用打疫苗來掩蓋 你就是防疫的破洞 不能這樣鬧 因為檢視之後就是不堪檢驗 我先請教褚英 我們來看了 其實台北車站地下街 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要去回推一些脈絡 因為他其實是慢 動作比較慢 我們先來看到是 七月五號開始 已經有三個攤商店員陸續確診 我們看到是 因為他那個地方是地下街的Z區 Z區地下街合作社的經理 他說我懷疑有可能是不是公測 變成一個傳染的途徑 然後他有抱怨 他覺得齊政府的動作怎麼會這樣 看起來歡迎慢半拍 一直到十四號才宣布說要做這個篩檢 而且第一時間跟他講說 我們這裡有狀況了 你是不是消毒一下 怎麼第一時間也沒有做 那你看 因為第一時間錯失了良機 所以陸續變成怎麼樣 看到這張圖是有點欣慰 可是欣慰中又覺得有點鼻哀 因為終於做出來了 可是其他的縣市早就已經可以做出這種圖了 台北市就是特別的慢 我們來看 因為他包括這個 我們看七月十一號陸續又有別的 3C的 然後隔一天變成手搖引的 然後再過兩天 又有這個便利電源的 再過兩天又有這個速食店的電源 那前前後後累積兩個區 一個K區一個Z區就六個人了 那你來看 如果說一開始他就可以抓牢 可能不用拖這麼久時間 而且拖這麼久時間之後 你很難保證說 這些人會不會再拖出去 這個不曉得 對 其實看到這張圖的時候 我內心覺得是 不知道該位台北市民 感到開心還是難過 因為這樣的圖 其實從一開始 最早CDC在開記者會 我們只要有案例出來的時候 不是大家就會有這張圖嗎 而且有時候甚至於連帶給的這一張圖 還是這些人在經過這些天之後 他去過哪些地方 然後跟哪些人接觸過 我們自己去看一下屏東 三生這個Delta病毒變異種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馬上就把這個圖拿出來 這個計程車司機 他接觸過了誰 然後抓到說 關於是他知道過的人什麼的储兵 有沒有 就是人去泡茶 什麼人都會吃麵 吃麵 還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清清五湯 全部通通都把他匡列出來 然後精準的把他們掌握 結果你現在告訴我說 你這樣子好像我今天做得很好 我們要給你鼓勵 坦白講啦 我看到柯文哲這一陣子的表現 大家都說他是媽寶 但是他反而讓我想起了 我弟弟的女兒在三歲時候的表現 你知道嗎 三歲時候 我弟弟的女兒長得非常乖巧可愛 在一歲兩歲的時候 我們都非常的喜歡他 也很聽話 長得漂漂亮亮的 但是到了三歲的時候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永遠你跟他講什麼 他就說不要 不好 不行 然後你叫他不要做的事情 他就硬要做 然後呢 明明他聽得懂 但他故意給你裝不懂 大家去回想 這像不像柯文哲現在的說法 我小子女現在已經小學一年級了 他看電視看到柯文哲這樣 他都會覺得很奇怪說 欸咕咕 阿別的縣市都可以這樣做 到底所以我們現在要聽這個阿伯講什麼 你知道 他現在小學一年級都可以比柯文哲更理解的知道 要精準的匡列 然後要做一些隔離 而不是說生病的打疫苗 而且對於這種所謂可能的確診者 你甚至於沒有排除 他有可能 陰轉陽的過程之中 你還讓他去打疫苗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怕的 柯市長也是柯醫生 你應該非常理解我在講什麼 但是我很希望你不要回退到變成三歲的小孩 就是說什麼都不要聽 嘴後要聽的 你又故意裝不懂 因為這樣的一個幼稚的情況 無法擔任一個台北市的大家長 所以我希望你現在趕快的改回來 不要變成一個巨嬰市長好嗎 因為防疫我們在講重點就是要專業 要科學到哪邊你就到哪邊 不能說自己收到 然後就來說還說可以寫入教科書 大家都在講說這一本教科書寫的叫做失敗的教材 那我先請教羅醫師 我們來看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就是地下街的合作社的經理 他去想說關聯性有沒有可能是在廁所 他自己推論高度懷疑是這樣 那我們看從這個圖表來看 他是這樣的 因為7月5號有一個是K區的 然後他是在暫停地下街地區的確診者 可是因為他會跑到K區去上廁所 然後我們又看到陸續又有另外兩個確診 是K區沒有錯 抱歉一樣就是去這個地方上廁所 所以想說是不是公廁來染疫 那我們來回推一個狀況 是不是的確廁所 他那個風險有點高 我們曾經在高雄看過一個個案 說什麼吃燒烤 結果不是假拼得 有一點距離的那個桌子也有人確診 是不是廁所的部分要特別留意 廁所可能只是眾多可能的一個 就是說我先來講回答主持人問題 我先來講一件小小故事 就是說日本的NHK 他們其實做了一個節目 就仿造一個病毒有可能感染模式 他們的做法就是說 先將一個受試者 他手上染上一些螢光劑 那螢光劑在一般的燈光下面是看不到的 但是燈關掉的時候 那螢光劑就會顯示 他把那個當作是一個病毒的可能 然後開始測試 開始有九個人開始用餐 用餐完之後 30分鐘之後他們關燈 來看看在這樣用餐過程當中 總共只有一個人帶病毒的狀況下 可以延染到什麼樣子的地步 那這個是他們最後測試的結果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原本只有一個人的手上有病毒 到最後卻變成三個人 臉上臉上大概都會有呈現一些螢光的變化 那另外在他們所用的所有的桌子 通通都有 而且食物上每一盤通通都污染 那也就是說 他這個有沒有做 因為我們現在都在講說 如果要開放內用是不是隔板 像我們節目這樣有隔板 他有沒有做到 沒有 那時候是這個日之前的一個 來證實說 你不會只有單純 可能咳嗽 我直接幫我才會傳染 你可能接觸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傳染 然後地下街的員工還有 你看他那個分布圖 在那個第一個感染的人 他的正對面一個 正對面的旁邊有一個 然後在更遠的地方還有一個 那由此可見 到很遠的地方 幾乎都還傳染的話 其實暗示著可能會有一個 共通使用的一個區域 因為你大概不會跑到比較遠的地方 廁所的確是需要考慮的一個 一個嚴重的地方 我舉個例子來講說 男生可能還沒有 男生可能上廁所的時候 比較不會東摸西摸摸到別人 女生上廁所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開門 那那個門靶有沒有可能沾病骨 我不知道在座女士 有沒有人上廁所先拿酒精 先把那個門靶噴一噴才進去 應該很少 應該是做不到 太麻煩了 第二個 可是我們我們上完廁所 我們會洗手啊 第二個有洗手 但是你要洗手之前 你要先碰一個東西 叫做水龍頭 或者是感應器 然後我後來發現 我太太每次上完廁所 她都跟我講 她都會剝一下頭髮 弄弄眉毛 那哪裡不漂亮 那你手上還沒有在洗手之前洗乾淨之前 你就做這些動作的話 是不是也有可能會有沾染到病毒 有可能你這樣開水龍頭之後 然後洗完手乾淨了對不對 不好意思在關水龍頭 是不是也有狀況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 也有可能會觸碰到 就是比方說不是衛生紙 而是裝衛生紙的那個 周邊的那個盒子 周邊的那些 你可能 你不可能只有碰到衛生紙 然後衛生紙就斷掉 一定會失利嘛 那所以你在這個當中 會有很多你原本想像不到 消毒不到的地方 那清潔他少不可能消毒的很細 那所以這些地方 大概都會觸摸到 而且帶病毒 在還沒有來得及消毒之前 可能第二個人使用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疑慮 那所以其實我在這裡要提醒大家 因為未來很有可能開始會解封 餐廳可能開始會內用 大家除了戴好口罩之外 一定要常常注意手部的清潔 因為接觸傳染 他的威力絕對不下於飛沫 可是他那個消毒是不是要做得比較確實的 比方說因為我們現在在疫情的過程 我知道說每一個地方公共足跡 不見得是因為確診者經過 就是說你那個消毒是不是頻率要增強 你地方政府可不可以做到這一點 那我先請教東豪哥 我們來看到的是 因為台北市他的狀況是 我們現在看到有幾個悶燒點 不是只有一個 不是說只有地下街而已 有幾個悶燒的點 有沒有黑數沒有抓到 還不確定 現在不確定 不可以懷疑太早 我們先看的是 來這邊地下街 台北地下街 有前後加起來是六個 前幾天有沒有 超級我們前面這一條路 本來有些時候很多人會來採買 所以有打包搭車 不好意思 怪問了 因為我們看陸續是內湖的好市多 可是我覺得他有點奇怪是 他公布足跡 又是有點幾天前 動作有比較慢 包括他去 包括買又加了一個家樂府 陸續我們看 包括之前說虎林街有專案 可是這個地方是一個蠻熱鬧的 市府斜前面永吉路三十項 這個地方永利市場 說有攤商確診 之前也講說永春市場的這一塊 其實你要看 我們很在乎的是說 你那個匡列有沒有做到滿 可是台北市在匡列這一塊 還有他這個公共足跡 你都會打上問號 你會懷疑說你真的有沒有做到足 怎麼樣來看 這也就是關鍵到說 其實在七月二十六 大概禮拜六的 陳時中部長的記者會聽完後 你大概心裡有個譜 七月二六 希望能夠從三級降為二級 那它所代表的意義就是 很多人可以回到一個 相對比較正常的生活 像我自己所住的地方 後面有一個小夜市 在前一段時間是沒有人的 然後業者也不會做生意 可是在七月六之前 其實在過去的這十天左右 他其實慢慢在做生意 好那回過來跟這些夜市 這些商圈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們這五百多天學到一課 由於是今年五月以後 我們知道說病毒不斷的在進化 然後你會遇到越來越多的 無症狀的代菌者 那你不能不知道他會在哪裡 即使是當事人可能都不知道 那回過來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所以各縣市政府的功能就很重要 以台北市來講 我印象都這麼講 五月中的時候大爆發的時候 台北市沒辦法做醫調 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你知道過去那兩個月裡面 他累積出四千多的病例 可是當現在你看到 像禮拜六是只有個位數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的醫調要做得很快 那這裡面就會產生很多疑問 比如說為什麼有些地方的 有些地方的這個賣場是三天 有些地方是一天 就這個原則是什麼 這個沒有人可以替台北市政府講 因為這是台北市政府做出來的判斷 那回過來就是說 這時候你就是台北市政府 那柯文哲要講他自己是95分 我忍不住要講一下 柯文哲柯市長的這一段防疫 過去這兩個月 絕對可以寫進教科書 但他寫進教科書的理由呢 可能會跟柯市長講的不一樣 這兩個月來的決策 確實是應該放進去做討論 也就是說 不客氣的講在5月的那個階段 台北市的狀況守得要比新北市好 經過一個6月到了7月的時候 我們很大膽的講 新北市的狀況要來得比台北市穩定太多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子的變化 當然會從6月16號之後做一個分水嶺 因為幾個從北農環南那個市場 把全國嚇壞了 那柯市長顯然不知道才會去講 6月16號才會去講說一個月清零 走到今天 不同的商圈 你會看到忽然間一個兩個這樣冒出來 以台北車站地下街來講 過去去有台錄影的時候 我們都會經過那裡 你知道從6月以後 那邊很多商店 其實是關門不做生意的 因為人潮真的少太多 一方面是人潮 一方面是業者 就自主 如果你這時候做疫調速度夠快的話 你會做幾件事情 因為那個地方在同一個 同一個手機的訊號區裡面 你至少會先調監視器 我會從監視訊面知道 比如說一個確診者 他除了在那個店內服務以外 他的活動範圍會在哪裡 比如說是上廁所 所以你有沒有很驚訝 他這兩天才在講電信阻擊 所以我就不想再罵他了 就是說因為柯市長 如果不能把台北市守好 不是生活在台北的人會困擾 因為你隨著726時間到來 人群人潮一定會往全台灣各地走 平靜的論 你當地人的心裡面 你會覺得 你會對哪邊的人比較緊張 我不是要說你要歧視誰 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努力的讓你自己的這個縣市 個案數越來越少 而且要穩定的維持住的時候 大家在流動的時候才會比較放心 我說坦白的啦 我自己我要移動 假設我要回我的故鄉台南 我都會抱歉 因為我怕人家對我覺得說 因為很實際嘛 像我住竹北 我已經兩個月沒回去啦 我願望老師 等一下問我說你什麼時候要回來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因為我們抱持一個 很乖寶寶的心態 可是你代表你沒做好嗎 因為我不敢賭你知道嗎 像家裡我們那個有八九十歲的老人家 我壓根不敢賭這件事情 我最怕的一件事情 其實跟原子是一樣的 每一次當柯市長表現得很有把握的時候 常常就會有事情打他的臉 就沒有人要打柯文哲的臉 因為你打柯文哲的臉 對大家的生活沒有好處 可是每一次他太有把握的時候 就會有一點狀況出來 我扣東豪哥一個字叫做大家不敢賭 可是你覺得柯文哲是不是在賭 比方說環南應該要這樣的篩檢 量是這麼大 他偏偏弄一戳 他就是沒有做完整 我請教宇曹老師 我們來看一個狀況 除了說這個地下街的狀況 還有一個是公車司機 大家就公車司機 上下車的人很多 這是二一八路的這個駕駛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駕駛的路線圖 你看他從左邊塞到左邊 他從萬華老松國小這一帶 一路陪往北邊走 經過了好幾個這個大的捷運站 然後到北投去 這個路線是很遠的 可是他遇到什麼狀況 我們看到的是他連續三天 十二 十三 十四 他都有去開車 這個公車司機 那其實他有說一些過程就是說 他其實有篩檢過好幾次 都是陰性 是怎麼沒得到 不知道是在哪裡 所以現在北市府說 二一八客運相關人等 就是去做篩檢 然後有七十八個人受檢 目前有這個三十九個人說 PCR是陰性 其他人在等待結果 那為什麼會篩檢 這七十八個人說 有跟這個司機 因為跟一個公司 客運車的 所以他們有一起吃飯 或是什麼去做匡列 大家在想乘客 你有沒有跟乘客 進這個告知的義務 那我就在想 按照台北市的邏輯 會怎麼樣 來乘客通通打疫苗 甚至做一二一八的 都要通通打疫苗 因為他的邏輯就這樣 地下街 來我四百多個 我就通通打疫苗 這個邏輯有通嗎 宇昇老師 打疫苗的做法 我做一個最簡單的類比 叫做穿上防彈背心 來治療槍傷 各位覺得這樣慌不慌 沒有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 不小心被他歹徒所射殺 第一時間你要搶救他 該怎麼做呢 送他到急診室 做青瘡手術 想辦法逢合復原 再在加護病房 做隔離跟觀察 結果醫生跟他講 不用清瘡 你先想辦法穿上防彈背心 這不是本末導致 或者是倒果為因嗎 剛才說的公車司機的個案 最荒謬的地方在哪裡呢 在六月份的時候 他們一家都確診了 公車司機在七月七號打了疫苗 這個個案告訴大家 柯文哲剛才所說的 所做的 我所說的 叫空車司機先穿上防彈背心 保護好自己就不會確診 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嘛 大家都知道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疫苗要打過兩個禮拜之後呢 才會產生抗體跟保護力嘛 所以呢 這個第一個荒謬的地方是呢 直接打臉柯文哲呢 基本上的疫調 他的防疫政策的邏輯 是錯誤的 其實218我做過 他是從老松國小直接啊 雖然你去看市政府上面 公告是33分鐘 我做大概快要一個小時啊 從老松國小做到復興高中喔 大概要一個小時 中間經過二三十站啊 請問人來人往 上上下下的人這麼多 其實柯文哲說 他這個疫調跟匡列 大概只做半套 其實有這麼難嗎 現在坐公車上去 要不要少1922 一定要嘛 你通過1922 而且每個人現在進出公共場所 都有辦法掌握到他的足跡嘛 要不然就是台北通 要不然就是呢 疾管家的1922 要去做這樣的匡列 有困難嗎 會不會像剛開始疫情一樣啊 你要想辦法去請他回憶這幾天去哪裡 不要 你的電子足跡跟你有少的1922啊 通通都有記錄 那就是看柯文哲他要不要做嘛 所以這個公車司機的個案呢 他就是移動式的感染源 所以沒有做好處理 我個人非常害怕 接著剛才幾位來賓所說的 昨天呢台北市確診數字只有1 其實我一則洗一則憂 洗的地方在哪裡呢 這是大家的努力 把這個疫情給壓下來 憂的地方在哪裡呢 啊 禮拜一的時候 或是呢 隔幾天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會像平東的仿寮醫院清零 這麼的樂觀嗎 我們會像高雄的那棟鳳山的大樓 清零之後這麼樂觀嗎 不會 因為你不知道台北市的衛報彈在哪裡 第三個我要做的地方又回到賣場 不論是IKEA 或是台北地下街 或是好事多 我覺得柯文哲努力了半天呢 每次都還是有做進步的 什麼意思呢 只到進步速度呢 跟處英委員弟弟的那個三歲小孩 基本上可以做Lady 什麼意思呢 之前呢 從士林啊 這個長照機構 他學會了第一課 這叫專目取貨 哦 原來病毒有潛伏期 三個禮拜之前呢 他終於算床異調了 醫院醫師所說呢 他終於發現新大陸了 最近呢 告訴大家說呢 哎 我們可以做考慮做電子足跡吧 終於進入到了21世紀了 可是我覺得呢 柯文哲只知其然 不知所以然 這種呢 基本上自以為是的做法 我覺得也非常非常擔心 什麼意思呢 各位了解啊 剛才我們的羅醫生所說的 廁所為什麼做危險 各位記得全世界啊 在疫情第一波大爆發的時候 哪裡最危險 飛機的機艙上 還有呢 許多呢 像杜拜的啊 曼谷香港 這些機場的廁所 裡面最危險 你清消了 基本上 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你只是眼不見微信 請問來來往往的人這麼多 還有這一些確診者的家人 還有呢 跟他接觸過的人 你有做匡列嗎 你有做疫調嗎 沒有的結果呢 就是縱使三天之後 重新營業 病毒感染源 沒有阻絕 同樣的事情 有可能再發生一次啊 我們檢討了那麼多 但是他卻說 沒有 九十分也有九十五分 他竟然講得出這個數字 他講出這個數字的那一天是什麼 是台北市說他要清零 但是呢 並沒有真的清零 居然在這時間 他又丟了一個新的東西 讓你鯊魚去咬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 好其實呢 臺北市長柯文哲講說 清零清零 六月十六號 話已經說出口 其實後來民眾黨 就有一些人 私底下在那邊講說 可以拜託 不要再說 因為他顯然很難做得到 你滿月之後呢 一翻兩瞪眼 你就是自己撈開嘛 可是呢 在撈開的那個時候 其實當然會有一些嘲諷 那臺灣基進新聞部主任 張柏洋就諷刺說 哎呀 你一個月來一直在那邊放炮啊 噴假鬼啊 不斷的在這邊吹牛啊 然後客問者回應說 我不想跟年輕人打口水戰啦 算了 我不跟你辯論醫學的問題 然後呢 他才會講出那個九十分 九十五分的事情 那我請教范老師 怎麼樣來看 算了啦 我不想跟你辯論醫學的問題 這呈現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這是一種專業的傲慢 我不想攔得理你啦 他在市議會也是這樣啊 他對議員問他 他也說 這個是專業醫學問題 我不想跟你討論 不屑跟你討論 他認為他自己是台大醫科 智商157 我怎麼會給你們這些泛泛之輩 給你們說這些專業的東西 說了半天你們也聽不懂 就是他的一個傲慢 但是我必須要講 我希望他能夠持續下去 我希望我們不要再發 台北市不要再爆出來 但是是真的是這樣嗎 為什麼大家一直在問說 客人你一直很習 很習於匡列 你不想匡列 不想過多匡列 然後也想要能省就省 不想做PCR 你到底是不能做 不想做 還是不敢做 我們認為不會不能做 台北市的資源 絕對不會說是不能做 但是你不敢做 還是你不想做 不想做是因為要花錢 要省的麻煩 這個PCR 這個勞食動眾 是不想做呢 還是你怕這個數字塞出來之後 蹦又上來了 台北市又變成第一名了 那不敢做呢 所以我覺得台北市 他的指揮官的態度很重要 台北市今天能夠到這個樣子 我必須要講 大部分來自於民眾的自律 民眾的自愛 民眾的自我要求 才有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客問者你看他這樣 那個昨天哇 開氣只會意氣風發 因為剩一個啊 對不對 跟零差不多一步之遙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受 你應該要感謝的是 所有的醫護人員 還有全體市民的努力付出 而不是在那邊自我 在那邊吹噓 那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 這個他現在就是不斷的講說 不跟年輕人打口水戰 我不理張柏洋 抱歉你客問者 你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年輕人啊 你應該要跟年輕人多溝通才對啊 你這個時候怎麼說 我不跟你年輕人打口水戰 那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時候 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把他過去支持他的年輕人 把你甩出腦後 我不跟你們不跟你們對話 不跟你們這個這個 展現出這種傲慢 那我不曉得 是不是因為他現在 已經有了柯粉進來了 有柯粉進來之後 年輕世代他不太需要了 因為有了心歡的嘛 現在不只是柯粉喜歡他 羅志強都站在他這邊耶 連他現在都去捧柯文哲 難怪柯文哲現在不在乎啦 有了心歡啊 忘了舊愛啊 你們這些年輕世代 我懶得跟你們這些年輕人打口水戰 我現在已經有了新的寒粉 而且這些寒粉 全部一股腦的永靜的柯文哲的這個 這個群組裡面 永靜的柯文哲的陣營裡面 他現在發覺他可以一桶江湖 一桶藍營 他認為台灣現在最大黨 就是討厭民進黨 他可以當這個討厭民進黨的黨主席 而不是台灣民眾黨 這個時候他多他多意氣風發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也看出來 他的一種作為 就是非常現實主義的 我只要對我的政治有幫助 我可以捨棄我過去的支持者 我可以立刻擁抱我新的群眾 他現在就是採取這樣一個戰略作為 羅醫師我請教 因為我們都會很認真的討論防疫的每個detail 我們在討論detail的時候 當然會有蠻多的這個檢討 可是當柯市長可以喊出一個90分或95分的時候 你作為醫師 而且你之前也跟我們分享過說 奇怪了 比方萬華那邊 開始有一些狀況的時候 那基層診所有給我統治到嗎 沒有嘛 那現在他可以說 啊我在防疫上面 這樣可以做到90分95分 應用不錯啊 要做到一百分這麼困難 你對於喊出這樣的分數 你是怎麼樣看的 那自己考試自己打分數 這個我覺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那我覺得可以比較一下 新北跟雙北的狀況 其實大家就可以知道 這陣子誰做得比較好 其實你看看侯友宜市長 他在周邊 其實他都會有一些幫忙他 做的一些公衛學者在 不斷的輔助他 所以他的策略上 其實大概都會比較 但是柯文哲似乎不太習慣 有別人來幫他或者是教他 所以也導致於很有可能就是 他這裡他在不斷 他當然也會做錯 他是醫師沒有錯 可是他不是公衛學家 沒有錯 所以他常常在錯誤當中 他可能也很聰明 錯誤當中學習 應該要怎麼樣改變會比較好 那或許他當中也真的有學到 但付出的代價就是 你沒有先爭取別人的一些的 有經驗的人 制的一些建議的話 這裡錯那裡錯 其實就非常容易造成整個 他在整個的施政的狀況 亂體啦 非常的延緩 那第二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他非常多的節目 都在抨擊 他說疫調東西做的不好 做的不夠確實 沒有電信疫調 然後被抨擊完之後 他大概月初 這個月的月初 他開始要公佈一些足跡 以及疫調 但是你如果真的攤開來 他發現他的公佈這些足跡跟疫調 你會覺得很可笑 就是說有些東西 其實你這樣公佈出來 你不知道給誰看 我舉個例子 像他在十五號的時候公佈了一個個案 他在馬場町當中早上七點到八點 那如果有去馬場町公寓 你就會發現那個地方其實很廣 那你如果設定一個地點 然後沒有跟他講 沒有跟人家講 什麼樣子的暴露狀況之下 你是有可能被傳染的話 那請問你公佈這樣子的足跡 他的用意在哪裡 或者是上218公車司機 你公佈218車 然後把他的開車的時間都列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你應該是要去做搭乘過 因為你現在目前搭公車 大部分人都還是用悠遊卡 悠遊卡上面 他其實有教你要綁說 你是什麼人 可以綁定說設定個人 所以他其實可以用這些有用的資訊 可以去散佈 比方說我可以發簡訊 給當天有去搭 這個司機他所開的 的那些乘客 如果你真的有問題 你在家裡自主健康照顧一下 幾天 或是按照要做什麼 甚至有密切接觸者應該有什麼樣的處置 或是疫調員 甚至打電話去問他們說 他目前有沒有什麼症狀 但他單純就只有公佈 這些開車的時間 讓我感受到 好像說我罵你每次都不寫 不寫功課 好啦 我就教一點 我現在教的作業裡面 就是亂七八糟 他被罵完之後 公佈這些都沒有用的疫調 結果 我實在不太曉得這些關聯性戰癌 其實我們真正需要 是要像當初屏東 這樣子的一個連結圖 這裡有 像目前有很多人嘛 這裡人跟那裡人 當中他怎麼連接 怎麼感染的 這個人跟這個人當中是怎麼感染 比方說可以去地下街 我覺得就可以做一個 很好的疫調的一個結果 我昨天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說 似乎又有一個新的群聚出現 彰化的一個確診者 他的周邊似乎來台北參加了一個五個人以上的 導致一個這樣子的群聚 那事實上這個東西也非常值得再好好的做 因為畢竟已經五個人了 那表示那個群聚很有可能是又一個新的一個在台北市的一個爆點 我最後要講的就是台北市如果真的不再把這些相關的連結東西做好 很有可能就是這裡一爆就是三五個 這裡一爆就是三五個 然後外銷到各個縣市 讓其他縣市也都有確診者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應該要從一些 觸合當中不斷的教訓才得到的一些問 應該如何改正的結果 希望柯文哲市長真的趕快加緊 把這個疫調再做更好一點 我們再強調的都是基本功 基本功真的要做紮實 我們來看看跟政治比較有關的事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他一直在買疫苗的世界裡面 所以他就宣布說我跟南投 雲林 花蓮 台東這四個縣市 還要繼續買這個BNT 只不過你看到包括台東 包括南投 都好像要抽腿了 要跳船了 還有國民黨的大諸侯 比方說盧秀燕 比方說侯友宜 對他買疫苗這件事情蠻冷淡的 我們一起來看 本黨正已經聯合南投 雲林 花蓮 台東 四個執政縣市購買五百萬劑BNT疫苗 眼見台積電和鴻海 順利簽約購買到BNT疫苗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也趁時出手 要聯合四個藍營執政縣市 一起買五百萬劑BNT疫苗 但這話說得震天嘎響 卻立刻被打臉 我們所需求的疫苗數 基本上看起來都能夠被滿足 目前就沒有去購買疫苗的這種 迫切性跟需求性 這番話等於直接潑了 將起成一盆冷水 但不只台東 就連其他藍營執政縣市 似乎也很冷淡 新北市長侯友宜四兩撥千斤 台中市則是從頭到尾都依照中央配發 沒有要自購疫苗 人口眾多的兩大藍營執政縣市都不跟進 而事實上 就連將起成號召的四個縣市 疫苗庫存也根本沒消化完 外界也質疑 將起成盤算的根本就是黨主席選舉 登高一呼號召藍營首長一起買疫苗 但不僅中央不點頭 還被自家人打臉 或許也讓江起成 想靠著疫苗衝檔回選舉聲量的如意算盤 疫苗被重播 江起成可能再算是說東主席 我也要有一點聲量 不過我們看看 國民黨的臺北市議員羅志強 他什麼他跟誰喊話 他喊的是柯文哲 他跟柯文哲喊話說 你不要再講說疫苗不夠 你要有動作 你身為市長 應該為臺北市民站起來 然後他說 請柯文哲透過雙城論壇 向上海復興採購足夠的疫苗 臺北市要勇敢的自救 重點是 由於是要對於上海復興的這一條管道 柯文哲有聽到 他的回應也蠻蠻有意思的 他說他看到這個鴻海 臺積電 甚至磁劑都跳出來 他認為最中性的磁劑都出來了 當然臺積電也是 他們去買都遇到了困難 我去買應該困難會更多 這人很好找 他的下一句是什麼 雖然我不知道困難是什麼 你就說你去買困難會更多 然後你又說你不知道困難是什麼 那個困難會不會是柯文哲心中的佛地魔 不能說的那一個人 我還是用一句話來形容 上禮拜我講過啊 柯文哲是送雞疼 這個禮拜我還是講他送雞疼 為什麼呢 羅志強不小心破了他的梗 人家都說是要買BNT疫苗喔 但羅志強直接講要買上海復興的疫苗 因為羅志強很清楚 柯文哲買疫苗的前因後果跟底細嘛 什麼意思有人幫他做穿針引線 各位去看看有位媒體的負責人 基本上還在柯市府擔任兩岸小組20人員的成員 當初就是這位女士幫他牽線雙城論壇 在2014年2015年的時候 這個人非常重要 第二個這個人幫他引見新的上海市台辦主任 也就是鍾小敏 雖然過去柯文哲所熟悉的上海市台辦主任李文輝 已經高升了這個海協會的副秘書長 但是關係還在 更何況柯文哲還有全台灣縣市首長 所沒有的平台跟舞台 叫做雙城論壇 柯文哲基本上裝得一副懵懂無知 什麼買疫苗 好困難 我也不知道困難在哪裡 對但是他胸有成竹 相當的論述國民黨的桃園市議員黃靖平 在三立的節目把中間的始末 還有台北市府的官員如何做窗口 講得都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柯文哲最好不知道 台北市要跟上海復興買疫苗的始末 只是他大概看羅志強幫他破梗 蠻高興的 原來有我一個側意在幫我講話 現在我們把主題回到江啟成的部分 其實江啟成基本上花了這麼多的洪荒之力 成如大家所預判的為了黨主席 但我說情河已開的地方在哪裡 還有三支劍喔 第一支劍 送花嘛 但送花有失黨主席的高度 這是上禮拜 大家都討論的事情 第二個是什麼 BNT疫苗的 再翻版 或是上級也完了 或是已經下幕了 落幕了 他還要在演家常版的 但是因為現在台灣疫情相對較趨緩 疫苗現階段陸續開打 而且自己訂購跟別人捐贈的源源不絕 再加上台積電跟有寧基辛會買的BNT疫苗的爭議 暫時落幕 所以應當會沒戲唱 但是本來是想要地方包圍中央 透過國民黨地方釋憲事 再提出這個需求 可是我剛才說過 這是個假議題 這些人為什麼最後跳船 或是不想附和了 因為我不想跟你江啟成 去玩這一場 很簡單的 黨主席大戲的暖身賽 或是會閒賽 所以江啟成的第一支劍已經失敗了 叫做BNT的部分 簡單講 裡面充滿了很多矛盾 有人說是第二預備新買 有人說是國民黨一個機性會買 但是錢從哪裡來 就是交代不清楚 歹戲脫膨 這個地方已經快GG了 第二個部分是 剛才桂雅一開場的時候 講到羅志強 我給大家看 這是國民黨 這張照片非常非常有名 因為在今年大年初三的時候 江啟成看這張照片 應該會情何以堪 羅志強不是我一手提拔的格石院院長嗎 范老師所說的 就像中共中央黨校的校長一樣 大年出生的時候 羅志強跟誰一起合照 這好像是朱家班 這個燕姿每一個應該都很熟 每一個都認識 你看有這個侯友宜 還有這個朱辦的主任等等等等 為什麼羅志強會出生這個地方 羅志強在這個時候 跟江啟成就有一個嫌隙的 所有跑國民黨中央黨部新聞的記者都知道這一段 為什麼 羅志強旨意啊 要在台北市啊 罷免 吳斯堯嘛 但是江啟成最後還有那本李治憲 他不贊成 為什麼不贊成 開玩笑我任何人都知道 羅志強示罵昭之心啊 路人皆知 就是為了蹭聲量嘛 為自己在台北市佈局嘛 所以羅志強從過去不論是罷免吳斯堯 到現在呢 清靜柯文哲 是替國民黨好嗎 沒有 是幫自己的政治格局鋪路 幫自己的台北市長或是立委選舉鋪路嘛 這時候就已經鬧翻了啦 這時候就已經嫌棄了 所以你會出現很重要的畫面上 朱立倫明明是江啟成黨主席的競爭對手 你所任命的國民黨的格石院的院長 居然大年初三 一起去拜年 其樂野龍龍 所以當初江啟成選這個羅志強 讓他去當格石院院長的目的呢 也是工具性的 想說他有聲量 結果現在江啟成的聲量 還有影響力呢 居然落於羅志強之後 最後一點我覺得最可悲的 這幾天呢 張宗謀先生又成為APEC台灣的特使 張宗謀先生在APEC講了很多話 其中有關疫苗的部分呢 是告訴大家說呢 如何公平 公正 平等 互惠 全亞太地區呢 好好的去分配疫苗 江啟成有意見 江啟成說什麼 江啟成說 小英不小心說出了內心話 台灣就是缺疫苗 我覺得最難過的地方在哪裡呢 我所認識的江主席 在東吳大學任教之前 這是台經院中和國際處處長 台經院國際處是研究什麼的 研究APEC 江啟成就是台灣本來首屈一指的APEC專家 結果今天面對你的專業 只是因為你黨主席選舉的政治考量 把你的專業丟掉一邊 所以我說APEC的專業不要啦 羅志強呢這個重判清理啦 想辦法跑去呢 清科文哲 清朱立倫 不知道江啟成看在眼裡呢 做何感想 最後回到一開始呢 BNT疫苗的部分呢 國民黨快沒戲唱了 因為這是個假議題嘛 為什麼是假議題呢 昨天我跟這個葉原資交換過意見 新北市喔 應當是最有條件買疫苗的人 之前疫情險峻嘛 財政呢相對呢也較為穩定嘛 至少這個呢 統籌分配款 僅是於台北市嘛 可是新北市沒跟啊 新北市就是沒跟啊 那請問這些南投這些地方縣市的 第二預備金 基本上不是雲林喔 才八千多萬喔 然後呢 疫情基本上都快要屈臨了 然後呢現階段呢 打疫苗都還有庫存了 這些人不好好打 這些地方縣市 不好打疫苗 跟著江啟成去趁百邊添疫苗 被人家看破手腳嘛 所以呢台東撤了 南投也撤了 只留下什麼 孤單的江啟成一個人啊 可是羅志強他露線了耶 他跟柯文哲建議的是說 要透過雙層論壇 然後上海復興耶 啊我們不是買原廠的嗎 啊他怎麼會這樣說 那柯文哲這句話就更矛盾了 他說我不知道困難是什麼 但是我知道裡面的困難很多 我又不知道困難是什麼 我覺得很像是跟郭董講的話很像 哦感謝北京這次沒有插手 那感覺很像耶 來褚英姐 好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情 他就凸顯了就是 嗯 基本上啦 如果說羅志強去叫柯文哲 買疫苗這件事的話 至少我覺得這個所謂的 全國分區的台北市議員 現在終於我在在乎台北市啦 至少他叫台北市長做了一些事情 如果就這個他的職務跟他的市長 那這個基本上我沒有什麼多好說的 但是你說他就想到雙城論壇 然後要台北市長柯文哲去買疫苗這種事情 我覺得他就只是在玩一個聲量 創造一個聲量而已 因為你說中國在這件事情上面 如果他要放的話 那麼其實早在今年的一月初 台灣就已經買到德國BNT的疫苗 我想這個在許多的節目 所以新聞上面才大家都知道 中國到底做了什麼 後面的黑手如何的干預台灣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麼今天這兩個人他們湊在一起 我覺得就是一個搶媒體聲量 跟搶媒體的曝光 但是我其實覺得 剛剛回到那個江啟臣 我必須讓大家來看這個新聞 這個是在江啟臣送花瀾那一天 中時新聞網的一個時評說 江啟臣東施孝平 其實我真的 吳比士居然寫了一個 而且標題這麼惡毒 是 我跟你講 其實這是中時新聞網 而且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拿下來 我本來是以為說 可能會有去反應啊或什麼之類 可能就拿 沒有喔 這個依舊存在 江啟臣不要東施孝平 他是想說你當一個黨主席 你好的不學 你去學名嘴送花 你也跟著人家名嘴去 人家名嘴要創造一些聲量 但是我想要問的就是一個平常 他挺你的這個政黨的一個新聞網 居然會對你這樣一個黨主席 國民黨的黨主席 講這樣一段話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是一個警訊啦 不要說新北不跟 從來沒有打算要跟 其實在整個疫情爆發的時候 很多民進黨籍 包括我們自己這個住在新北的這樣的 民進黨跟國民黨立委都有想法就是說 疫苗的量是不是可以讓雙北多一點 因為確實這是一個熱區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讓這個熱區 如果守住的話 不要讓他擴散到其他地方去 但是我們會發現 侯友宜他沒有要跟 然後現在跟的 包括你說像台東好了 台南投好了 一一通通都離開了 這是為什麼 其實就是告訴你 江啟臣啊 一些原本應該跟著你的人 沒有要跟著你 原本支持你的媒體 也沒有要支持你 其實我覺得 站在一個政黨政治的立場 這真的非常可悲耶 為什麼 你去試想 你才是一個國會議員 但是如果說你身為一個國會議員 你都沒有辦法應用你原本有的影響力 然後你只是想要蹭別人後面的聲量 然後去買疫苗 這個最後最後一點點的時候 這非常可怕的 回想一下啦 就算蔡英文現在總統 他不是總統在2012年要選舉的時候 他還不是總統 那他要帶著民進黨的這些縣市長 出來登高一呼做一些事情 我相信這些民進黨縣市長 是會站在他的身邊的 但是江啟臣你看看 你就是只有自己勾担一個人 所以我真的其實也覺得 為了他感到蠻悲哀的 我補充一下那個中時電子報主筆士 他除了說江啟臣東施孝平之外 他最後一段在講說 江啟臣帶領之下 國民黨的未來砍油 我們先休息一下稍後回來